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你来看的是 如果这么容易被吸收的话 那为什么突然之间 最近许许多多的事情 一方面吸收这个航特部的现役 的中校直升机飞行员 到泰国曼谷跟自称中共的解放军 上级将军 包括了广州军区的司令员来会晤 对方要求这个泄信中校 你必须要驾驶CH47就是契努克军用直升机来投共 好 要求要驾驶CH47契努克军用直升机 所以昨天黑熊学院有说 其实关键恐怕不是在4.8亿 而在这一架 它要求 中共要求你投共 必须要驾驶CH47契努克军用直升机 而且呢 试成之后呢 还会获得1500万美金 则有新台币4.8亿元 好 我们看到整个叛讨计划实施 呃 实施之前检调把人都抓了 另外 于将军 这是国防大学中正理工学院的教授叫做葛明德 他现在被踢爆私下设人头开始公司 而且长期呢 寄转给中国 呃 几乎挑战兼职禁令 多次进出中国 当然有国安的未提 我想请教 一连串的事情 最近突然间接二连三 好像爆发所谓的共谍潮 你怎么看呢 呃 我觉得尤其是军人 不管是现役还是备役或是退伍军人 我觉得这都是很可怕的事 就表示这些军人会影响到 他在军中服役的学弟 因为你是学长嘛 你看到学长退伍以后都发大财了 不管你发的财是身材有道 还是不易之财 他会跟这些学弟炫富 因为大家知道军人没有多少钱 军人即使我干到少将 我一个月薪水说句实话也不多嘛 也不多 可是这些升到中校升到上校的人 退伍以后去做生意 如果你是平平安安或是本本分分的做生意 我佩服 我认识一个少校退伍的一个我的学长 他是做所谓的重金属回收的金属的生意 他做得很好 还当选这个中华民国金商奖的这个得主 佩服这种人 可是有多少人不是用脚踏实地 一步一脚印的做生意 他走捷径 因为我们军人退伍下来可能都快50岁了 那他怎么走捷径呢 出卖灵魂 出卖他的忠诚度到对岸去 那这太可怕了 回来以后好像变成在军中这些学弟 这些他以前的部署的表帅 脱了军府 只要你敢出卖灵魂 敢出卖国家就可以发财 这跟我们的 我跟我们官校的校 里面有两个这个座右铭 都完全违背了 升官发财末入此门 贪生怕死请走他道 大家忘了吗 大家忘了吗 不是军人退伍不能发财 身材有道 用你的专业 用你的一步一脚 用你的努力 你去赚钱佩服你 然后你可以缴税回馈给国防 我觉得这好事 可是这位教授就是这样 那这位飞行员 就是我刚刚讲的 因为学长影响了学弟 他在军中 这位中校 我不认识他 可是我有去打听一下他的经历 他跟过长官 他跟过陆军的副总司令 当过副总司令的隋缘 那这个隋缘都是长官精挑细选 经过考核的 才可以跟在我身边 否则怎么放心 他当过长官的隋缘 中将副司令的隋缘 你说这个被要求驾驶 升级4.8亿的监讨的 所以你要想想看 他是经过考核 经过查核 可是他在少校结束 进入陆军学院就读的时候 陆军子参学院就读一年 那在那一年结束以后 他就升了中校 升官了 等于是国家给他的考核 对他的忠贞都鉴定过了 让他升官升了中校 再到泰国去旅游的时候 是不用钱的旅游 是退伍的学长 我花钱招待你去 出国旅游 出国旅游之后 中国解放军这些统战人员 就以商人的身份来 跟他吃饭 吃了饭在中间就谈到 你现在能拿多少钱 其实飞行员对于军人 他们领的算多的 一个中校的飞行员 他们领的薪水 可能比有少将还多 可是他不满足啊 贪啊 为什么贪看到学长有钱 他觉得我这么优秀 我怎么赚这么少 所以就用这个 这种方式来引诱他 听说这还是经过了 两次的这个统战 第一次钱太少不飞 风险太大了 第二次加码 加到1500万美金 他才打算飞 那很多的很多朋友说 哎呀这一定是假的 是谎言对我也希望是假的 是谎言是统战 但是大家说他为什么不 不叫他飞 Apache H64 为什么要飞这个 基努克这个CH4管 这算是比较 科技成分没有那么高的飞机 当然啊 因为Apache直升机 不容易飞出去啊 它是最先进 而且是最好的战斗直升机 它的每一架飞机里面 都经过非常精准的定位 所以你不太容易飞出去 所以他要找这种台湾 已经结装超过十年以上的 这种算是美军比较大型的 然后在精准导航上比较 比不上H64的让你飞过去 飞过去之后 其实你说这个飞机 对于中国来讲 有什么实质的帮助吗 我觉得倒没有 就是要破坏台湾跟美国 合作的互信 你看你的叛逃了耶 你的飞行员叛逃了耶 那以后我F-16V甚至还想买F-35 我还有这个胆量 有这个勇气把这么好的武器给台湾吗 这中国在做这件事 而且我其实我不相信它飞得过去 我个人是不相信这台CH-400飞得过去 因为台湾的飞行员 没有做过航空母舰上的舰载训练 那会坠毁的 因为我们在陆地上 陆地是不会动的 可是航空母舰它是会上下飘移的 那你这么大的一架运输直升机 它没有办法精准的降落 因为我没有做过这种训练 那是个风险 所以我觉得倒不见得 会让它真正的去叛逃 昨天Mango F-16的中子教官 黄阳德在我们节目当中 他认为你要出这样的任务 周遭大概要五个人配合 所以任何一个关卡卡住了有疏失 你的任务就不可能会成功 机工长不愿意 副驾驶有意见 那塔台放行的人有意见 你就出不去 但是这个计划曝光以后 会不会让台湾跟美国的 军事采购合作产生一层阴影 这就是中国要做的 这就是中国要造成的事件 而且没有花1500万美金 根本还没给 根本还没有给 可能只是平常你到国外旅游 跟这个请你吃顿饭 给你个几万块钱台币 了不起给你5000块钱美金 就这样子就可以造成 这么大的台美的互信的破裂 我觉得这才是中国要做的 而这个忠孝却因为利欲薰心 变成了中国挑拨台湾跟美国 互信机制的棋子 你特别注意到 在一连串这些叛国事件当中 重大的叛国事件 那么引起国内的高度重视 甚至国际间会重视的同时 我们国防部长邱国正在面对立委 质询时的态度 你有幸运的观察 你到底看到了什么 因为我们在国防部待过很长的时间 通常部长如果因为部里面 产生重大的危机 不要说是叛国了 危机事件 就像宏仲邱案 或者是之前小白狗 阿帕奇相关的事件 那不是叛国 那是重大军纪事件 国防部长到了立法院 被立法院委员咨询都是虚心接受 非常诚恳的回答 可是这一次邱国正 他面临到是叛国 大家听好是叛国 会破坏台美军事合作默契的一个 非常严重的事件 他对于林静怡委员对他的咨询 他是有一点不耐烦 那我们都已经很严格 我们都已经移送法办 不然枪毙嘛 我也想 这是敷衍 这是不耐烦 这不是实事求是的精神 有意味情绪化 情绪化就不耐烦 就是你还有怎么样嘛 我讲句比较通俗的话 我就剩一年多了 你还要怎样 真的 我看出来就是这样 这是蔡英文任命的国防部长 对 我就剩一年多了嘛 甚至不到就到520嘛 你还要怎样 我受你这个气就受到520了 他的想法是这样 这不是一个对于自己单位里面 觉得做这个位置 如果他认为是个窝囊是受欺 那可以不要做啊 他有想做啊 他有想做啊 那你就好好做啊 你要好好彻查 你就要扛所有的责任 扛责任不是叫你辞职 而是叫你按照暂时的军令 我们暂时有连坐法 那你说没有暂时 飞机都快要飞到对岸去了 还没暂时 这个当然是要用最重的法律来办啊 连坐三级 你这个飞行员的主观要不要处分 这个飞行员的政战主管要不要处分 他上一级的保防监察要不要处分 他的单位的战略主管 少将的这个旅长要不要处分 陆军司令部夜管保防业务的人 要不要处分 我看不到啊 我看不到啊 你只是说枪毙嘛 你这个信心中都已经被抓了 要不要枪毙是司法决定 不是你部长决定 可是你部长的行政裁量权里面 你有这么多人要办 你有沒有办 你就是一句枪毙就了结了吗 那以前如果我就讲嘛 换成以前汤耀明部长时代 部长会直接 第一个先向总统自行处分 以汤耀明部长 他一定跟总统讲 我做不好 我没有督到好 我自行处分 我以下我一个一个 把螺丝拴紧 我不是把你给拔掉 或者换掉 或是扁官就是者 不是 我要做给那些心中还有 不良企图的人 给你看 我已经在拴螺丝了 你们要小心 每一个阶层的主观 你都要代表国防的一个 所谓的眼界 你要看紧 你要把我抓紧 否则我就要修理你 这才是一个带兵的嘛 我想我们带兵 平常对兵要好 可是遇到了重大事件 那要拴紧螺丝 绷紧神经 我没有看到国防部 绷紧神经 好像无所谓 好像无所谓 对甚至是不是 未来你下了国防部长 你不干国防部长 你还要回到同温城 跟人家把酒言欢 因为现在大家都认为 邱部长 你是在蔡英文的政府做事 所以你部长快要交了 你是不是还要回到同温城 还要跟这些人把酒言欢 跟这些人 好好的谈谈学长学弟的交情 不对 我就想个人交情是小 国家安危是大 朋友可以不交 兄弟可以不做 可是国家安危没有就不行 这才叫国防部长 所以我看了我很痛心 我真的很痛心 林新一委员在国会上 质询邱国政部长 没有不礼貌 我全程看完 没有不礼貌 他这次质询内容是针对 针对国防大学 国防大学中正理工学院 葛明德教授 他没有针对直升机叛逃的这件事 他是针对葛教授的这件事情 我们把这个看得很严重 你们看得很严重 只是你现在告诉我们说 他接受到都不是重要的事情 10年了我就问干部 我们哪个能够接受这种状况 没有轻松 该办人办人 我们想重办就要枪毙掉 我们也期望这样子 我觉得邱国政是恼羞成怒 还是不厌其烦 还是不耐烦 我真的 我看起来就是恼羞成怒不耐烦 真的不应该 你应该要把整个国军的处置状况 处置的规定 还有我现在决心做到什么程度 你让立法委员知道 因为立法委员会让选民 让社会知道 国防部正在宣示这种 所谓的改革的决心 跟彻查的决心 出了一个教授 可以在总整理工学院里面 在学校里面 利用学校的空间开股东会议 这不可思议 这是他私人公司 私人公司 他可以在这里开股东会议 那么加入他这些股东 是不是都是学校的对职官 是不是都是军人 如果不是军人 这些老百姓 怎么进入总整理工学院 重点是说 他这家私人公司 长期跟中国的技术合作 现在其实被证实的是 你把台湾的这种高科技 先进科技 根本是计转到中国 而且长达 我觉得不可思议是 10年以上 怎么可以有长达10年的时间 10年以上 现在才东窗示发 你不觉得 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 真的不可思议 我就讲 能够让军人的这种军魂 慢慢被消除 光用一个励志 不可能 我们当过军人 钱谁不爱 可是不义制裁不能拿 可是如何让他这个 不义制裁的这种罪恶感 让他降低 所以我说 我们从1949年到台湾来开始 那个共谍那时候叫匪谍 1949年到1970吧 这段时间是匪谍最多的时候 台湾从中将枪毙到 少卫一百多个 那还不含那些士官兵 就是我们通称为白色恐怖 对 那段时间以后 匪谍急速下降 因为那个叫做动员法 宣布动员 动员看乱 所以你只要去 向匪谍的全部被抓 所以大家都安分守己 那时候是最难防的 为什么 很多中国过来的这些老兵 或者是这些这种所谓的移民 到台湾来的想家 没错 他想写个信回家 那个都会被抓 所以那段时间管得非常严 所以整个匪谍几乎到了1999年 很少 各位数 可是从2005年开始 又开始上升 2005年 2005年 共谍朝来了 共谍朝来了 这一年的关键是 连爷爷回大陆了 这样子这有什么关联 就是连战以前曾经是中华民国的副总统 又是中国国民党的主席 他回到大陆 回到中国以后 那些小朋友 连爷爷爷你回来了 营造的是一个就是两岸不会打仗 营造就是国共之间内战结束了 我们两边和平了 整个军事军人的那个新防突然下降 我在小军节目里讲了不止一次 那段时间以后我带兵出去演习 老百姓都跟我讲阿兵哥不要那么操啦 不会打仗啦 阿兵不怕的啦 阿兵不怕的啦 阿兵不怕啦 不要那么拼啦 阿兵哥很辛苦啦 我听了都心痛 那为什么老百姓会这样子呢 因为新防降低了 新防降低变成我们国军的这些军官 带兵的军官 他们就向往什么 向往的我也要到中国去赚钱 我也要去中国赚点钱 我何必被绑在军中 所以就是那种所谓的背叛国家 背叛我们国军 背叛袍则的那种羞耻感降低了 所以一个带一个越来越多 所以你看从2005年到现在 最大的官有办到少将的 有办到少将的共谍 最小的现在办到连阿兵哥都有了 那个人数从2005年到现在是一直上升 一直上升 而且早期的时候 这个共谍的罪又很轻 可能一年多缓行就交保了 可是2005到现在也历经了民进党执政 对 你看2005之后 2008成马英九 后来蔡英文总统等于78年了 为什么还是这个共谍潮 感觉是挡不住 这是为什么 我就说这种敌情意识 还有保密防谍的观念 不好缩紧 但是很好放松 当他一放松就是不会打仗了 两岸和平了 中国不会打你了 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美国 是日本 当这个信念开始到了国军的基层以后 当共谍不可耻 当共谍不可耻 甚至有人说 这于北辰你退伍以后 你支持赖清德 你才是绿共 我比他们要所谓的开直升飞机去投共 或者是当共谍还要可恶 所以抗中保台有错 抗中保台不应该吗 对 抗中保台是绿共 那支持共产党是OK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可怕 而且阿兵哥那为何而战呢 为谁而战呢 对 所以阿兵哥认为说 以前我的总司令 以前我的军团司令都这样讲 那我们在军中就混 把时间混完 所以侯友宜说要加100亿 给阿兵哥的薪水 100亿加志愿亿 我觉得这叫做搞不清楚 你怎么看 这完全搞不清楚 国军的苦跟国军的需求 国军现在最让人家痛苦的是 我不同工却同酬 我在我穿军便服穿西装的 在国防部在录音董部上班的 是你这个薪水 我在野战部队天天跳泡操演习 睡不饱吃吃饭都时间都很短的 我也是你一样的钱 劳益不均嘛 待遇不同嘛 所以不是说平头式的大家钱 而是你要从事救灾的 从事战备的 从事演习的 你要比照警察跟消防队一样 你要有超勤加急 这才公平 那侯友宜搞不懂啊 平头式的全家 那么野战部队招不到人的 还是招不到人 在学校机关的强迫头 所以我就说侯友宜 他找来的这些军事顾问 帮他写东西 都是30年前退伍的老先生 他们根本忘记了 你想想看 30年前老先生都七八十岁了 七八十岁现在 他了解部队基层的苦是什么吗 他用来看 草莓兵啊 不能打仗啊 我们以前早就把他抓去关紧闭了 他们不了解 人家说不接地气 他们是不接兵器 小兵想什么 他不知道 我知道啊 你怎么可以在学校拿钢笔的 打电脑的 他领的薪水 跟天天在野战部队演习操演 接战备没天没夜 这些人的钱不能一样啊 所以现行蔡英文面对这个三军 他的一个薪资的体制 有做 有做 但是还是 还不够 还不够 有很大的提升改进的空间 还有空间 因为蔡英文的做法就是 增加了野战加紧 所以侯友宜当提出这个志愿役 应该要加薪百亿 每个月一万块钱 这时候赖清德跟肖美琴 应该也要针对这个部分 如果还有更多改进的空间的话 应该是第一个 加薪我绝对同意 帮阿兵哥加薪 帮保家卫国加薪我绝对同意 但是不是平头式的加薪 蔡英文在做的时候就是 有分为第一级的野战部队 就等于说战斗部队 战斗支援部队 勤务支援部队 他有不同的战斗加级 好像是5000 3000 2000 那这只是战斗加级而已 我刚刚所讲的这百亿加薪是超勤加级 别人在休假过年 别人在过圣诞节 我在战备 别人在回家祭祖 别人在赏月中秋 我在战备 那这个战备要不要超勤 我觉得超勤加级 要比照警察跟消防队一样 要对于这些执行特殊战备人物 还有每天在战机上待命 中国那个飞机一起飞 我就要上去 这些人要不要超勤加级 所以我觉得就是不换管而化不均 你要让这些人 他的爱国家的精神 努力的精神 他要有一定的尊敬 我不能说这个叫报酬 这叫尊敬 我执行就像消防队 就像警察一样 我除暴安良 我打火救人 我有一定的受到的尊重 那这个尊重 我们国家能对他做的就是 我给你超勤加级 那我觉得这才是了解军队 而不是乱开支票 你怎么看 我们整体来看 不管赵少康或是侯 有余他们的国防战略 就是大方向似乎 慢慢的在朝 蔡英文总统跟赖清德的 抗中保台的路线去靠拢 可是相信之下我们也会想到的是 这会不会是选钱 为了选票 你捍卫中华民国 为什么这个疑虑呢 因为过去马英九总统 其实就是这样子啊 从20082012年 对你选钱也是表态 我是喝台湾水 吃台湾米 苏子 台湾不是 新台湾人 台湾的前途有2300 台湾人民共同来决定的命运 可是选后呢 一个中国完全把过去的承诺 抛朱脑后 现在呢 现在国民党这一组 政府总统候选人 也会这样子吗 也会依法炮制吗 当然 我为什么说当然 因为现在国民党很清楚 深蓝的选票在赵浩康 没有加入侯友宜的时候 侯友宜只拿到6成9 现在深蓝的选票 几乎九成以上都回归了 等于说国民党的基本盘已经回来了 可是如果仅仅靠基本盘 赢不了嘛 赢不了这个选战 他必须要向中间的选民要招手 那个潜率他抓不到 科匹的他也不要想 他要向中间选民招手 中间选民要的是什么 安全 安定 繁荣 那安全是什么 国家安全 那国家安全你说你的国防策略 你能提什么 什么3D那被人家笑死 只有回来做该做的事 该做的是蔡英文正在做 赖清德正在做 所以他还是要回来 因为那是对的嘛 他的脑筋很清楚 现在蔡英文做的国防战略 现在蔡英文所经营的两岸关系 是正确的 可是他以前因为他的意识形态 他不能苟同你 不能赞同你 那个胡说八道 那个是掀起战争 把台湾带到这个作战的这个战海 票同民进党 今年上战场 可是现在他发现不对 这是对的 这是对的 那怎么办 骗 假装我也认同 然后用一种不同的话术 把他包装进来 一模一样 赵浩康讲的那三段 不是一模一样吗 这个在共军还没有出发的时候 就先打他嘛 如果有一些出发 就在海上集沉他嘛 再不行之后 就到了摊案上去 不让他上案嘛 这跟我们国防策略 不是一模一样 具体彼岸 集体海上 毁击暗计 一模一样 完全一样 所以对的事情 他也知道这是对的 否则他为什么要去提 他也知道必须要这样做 可是呢 那他当选以后 如果他心里想这样做 在他没有选总统的时候 他就要这样 就要这样说了 可是当赵浩康没有登记 要选副总统 当侯友宜没有登记 他选总统的时候 他怎么不说 所以我们要看一个人 他所提的政见是心里要做的 还是为了选票 你要回溯到他 还没有登记选总统之前 他怎么说 还没有参与总统 侯宜怎么讲 岁月静好 我什么都不管 我只管新北市 其他事不要问我 不要问我 这就是侯友宜 那赵浩康呢 在他没有选副总统的时候 他怎么说 火山布雷系统 是要让台湾变成地雷岛啊 那不是就是 毁迪暗计的最主要的武器吗 那他现在是不是在说火山 在散漠谣言 对 对 所以那时候你反火山布雷系统 现在你说你要保卫台湾 这到底是为了选票 还是为了保卫台湾 所以我觉得用这种方式来验证 你就知道 谁讲的是真的 谁讲的是假的 所以我们验证一件事 绝对不能看现在 要往前推 就我记得昨天柯美兰吧 好像上馆长的节目 她说馆长是一个非常绅士 然后饱读诗书的人 对 她面对柯美兰的时候 那集我全部把它看完 我看馆长访问柯美兰 声势风度翩翩 不讲张话 讲话的语气相当的和缓 所以柯美兰你被骗了柯美兰 你向前面10天看看馆长在说什么 你向前推10天 他每天都有直播 你向前推10天 他有哪一天不讲七言绝句的 对不对 他有哪一天不说五言绝句的 那更不要说三字经了 他都有说 你不要光看他访问你的那一天 你要向前推10天 向前推一个月 向前推一年 你就知道什么叫绅士了 那看侯友宜跟赵康 一样 他要上他节目之前他不知道吗 他不知道馆长是什么 馆长的作风是什么 柯美兰会不知道吗 他选择他不知道 他就认为说我是个医生嘛 眼科医生 你对我应该会彬彬有利 对的确 馆长那天访问他非常有礼貌 我看非常有礼貌 跟他单独直播的时候 完全不一样 对所以我说要看要看往前推 验证一个人不能只看当下 你要往前推 你以前在做什么 现在在讲什么 对不对 这才是真正的 这现在都是要看 就同样的道理嘛 你要用这种方式标准看侯友宜 看赖清德跟看柯文哲 对那我想请教将军一个问题 因为今天12月13号 等于下个月这个时候 已经投票进入倒数计时 也就是说再过几个小时 一个月呢 大势底定结果都出来了 国会会呈现什么样的席次 而这些总统大选当中 赖清德究竟的票数 会呈现什么情形 跟蔡英文在2020年817万票 到底有没有办法 那么达到还是落差多少 而552万票是在上一次的韩国瑜 那国民党这一次可以跨过 所谓的韩国瑜 他当时的550万票吗 以现在的多项民调当中 都呈现一个共同的事实 蓝军几乎已经归队了 对 那民进党方面 几乎他维持在赖清德支持者 民进党支持度大概就 94% 95% 是非常非常稳固 蓝军大概有91% 这是过去如果看美利岛电子报里头 他是一个蓝军的支持度 最凝固的时候 你觉得这个蓝军的爆发力 因为他爆发力 未来到底会呈现什么状况 包括了赖清德 在中间的选民 还有没有拓展的实力 攸关在未来的胜负关键 你觉得呢 蓝军现在这样一个整合 你怎么看 我觉得 未来的30天 因为主帅总统的部分 我觉得应该已经 已经大概能够雇票 能够紧固的票员 应该都已经定案 包含了侯友宜 包含赖清德 那柯文哲我们先不谈 就是谈蓝绿的对决的问题 就是赖清德跟侯友宜 他们大概能够紧固的票 已经到定位了 我觉得后面一个月 副手很重要 副手很重要 就是萧美琴跟赵绍康 非常重要 那赵绍康呢 他是属于爆发型的 他加入侯友宜团队之后 变他副总统 那一日之间整个力量往上冲 冲到底 他是属于爆发型的参选人 那但是爆发的快 重点在于保温 就赵绍康的言论都相当的辛辣 都很辛辣 你吃下去之后会精神一震 哇 太棒了 中华民国王灭亡了 台湾如果赵绍康不当选副总统 就灭亡了 那突然间会脑冲血 会辛辣 但是有没有办法保温 我觉得这是国民党要考虑的 就是很辣的东西吃完你要喝冰水嘛 你不能一直辣 那不舒服嘛 所以他怎么样让这个支持度 这个热度保温 还有30天 要如何保温 赵绍康会不会再讲出 比较over的话 那侯友宜会不会政策 跟赵绍康之间 这么辛辣的口味会不一样 有没有冲突 我觉得未来赵绍康跟侯友宜 这一组在于赵绍康的 所谓的这个突发型 猛爆型的这个参选人 他能不能把这个热度 把它维持住 这后面每一场造势晚会 我们都可以观察 猛爆市 那你对于他提出 台湾可以派军事观察员前往中国 昨天Mango在我们的节目里头 已经是打爆了 打脸了这个赵绍康 您自己的观察呢 所以我讲猛爆市 这太猛了 这太猛 我在国防部担任了32年的军职 我讲说如果有一天要把我派到 中国东部战区去当观察员 那我必须要签一张有去无回的 这个生死状 回不来的 为什么 我去了要做什么 我去了要做把中国所有军事的活动 把中国所有火箭军的活动 把中国所有飞机起降型号 然后时间还有多少人 我要把他回传到中华民国的国防部 那我如果巨石船 我一定完蛋了 是啊 那叫做公开的间谍啊 那我如果不巨石船 那我就是被他们吸收了嘛 我就被中国吸收了嘛 所以这个观察员去了以后 只有两个空间选择 第一个壮烈成人 第二个叛国 直接叛国变解放 不会啦变落地招待 就七日游啦 而且可能六天五夜就是一万五啊 你要交的拆 我直接写好给你 照面 照报 那这就是叛国嘛 这就是叛国 所以你这个观察员派过去 只有两个可能 一个壮烈成人 一个就是叛国 那两个都不好啊 两个都不好啊 那赵召康提着观察员 表示他对观察员三个字 认知产生了问题 什么叫观察员 假设说明年 我们要参加环太平洋2024 那么我们今年2023年 我们国军就要派陆军 海军空军陆战队 相关的联络官观察员 进驻他们这次演习指挥部 要看看陆军需要加强什么 海军空军陆战队要加强 这叫观察员 是 因为要为下一次的联合演习 做准备与观察 然后回来做准备 然后隔年参加演习 那么我们到中国观察员 观察什么 我们难道要做两岸的军演吗 我们要做这个 这个台湾跟中国之间联合军演吗 然后打美国吗 没有嘛 我们是敌对 敌对怎么能派观察员 敌对是不能派观察员的 只有一种人可以到相关有争议的国家 当观察员 就是像联合国 维安部队 我是中立的 我不偏向哪一方 我派到北韩派到任何地方去 我是观察你的军备 有没有按照联合国的规定 来做裁剪 来做核武的县武 那你必须要有一个非常强而有力的力量 让你可以进入中立才能当观察员 那台湾跟中国的军力相差这么悬殊 我们美国都没有派人到中国当观察员了 何况台湾 所以我说这是一厢情愿 也就是说他对于两岸 对于军事 对于国防外交 说句实话 可能还需要很大的加强空间 真的要加加油 因为如果以现在侯友宇跟赵绍康的知识度 在攀升的同时 那我们也看到了 这些政府总统候选 终于针对一个国家的一个大政方向 在两岸外交国防方面 尤其总统职务方面 终于已经表态了 因为我们看到过去的这一段时间 这一场总统大选 论与口水 一个总统应该要有赋予的职权 他的责任跟权力通通不谈 但是有时候谈的也未必比较好 如果你是根本是状况外 像这个军事观察员以赵绍康 一说出之后 已经惨召了专业人士一个打脸 而对于侯友宜来讲 真正的总统的职权其实在你身上 但是拉抬侯友宜的看起来赵绍康是关键 韩国语是关键 如果当选之后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组合 非常谢谢将军 也谢谢所有在线上的官人朋友 剩下一个月的时间 我觉得变数还非常非常多 如果以现在的支持度差距 6到3到6%来讲 如果缩小到真的只有3%的话 他大概只有50万票 50万票 50万票了来回25万票 其实就翻盘了 翻盘跟气宝 在未来30天会呈现什么状况 我们持续来关注 谢谢所有的官人朋友 记得按赞分享 还有加入我们会员制 谢谢将军 谢谢 谢谢我们再会了 各位所有在线上 海内外的官人朋友 我是小军姐 谢谢大家过去一年来的支持 不过小军姐在这个地方 要跟所有的朋友 公开征求合作厂商 你们的产品 或者是你们的企业形象广告 我们的制作团队 都非常乐于替你的服务 这是我们的荣幸 大家一加一共创双赢 在过去一年当中 是让小军姐获得了 来自于四面八方 200块钱 300块钱 400块钱 500块钱 你们的donate 你们的支持 而为了让这个频道 不管小军Talk Plus 或RealTalk真实对话 可以走得更长久 未来可以提供更精致的内容 给所有的官人朋友 我们决定要加强 我们的工商服务 也就是说我们的业务单位 过去我们花了非常多的精力 都是着重在 我们的产品节目的制作 但是呢 整个频道要有营运下去 事实上要有业务进来 也就是广告进来 如果你们有适合的产品 我们可以帮你制作 或透过了小军姐 可以帮你们去进行宣传 让这个产品 它的销售可以更顺利 更具有权威性 更有信赖力 这个都是我们的团队 身为我廖小军 乐于替大家服务的 也就是说工商服务的这一块 欢迎大家共同来跟我们合作 我们提供我们专线电话 包括了相关的业务部经理 包括我们新闻部经理等等 他们随时24小时 电话都是开的 希望透过了大家 一起来帮忙 共同让我们的频道 可以走得更稳健 更长久 一年来 大家给小军姐 非常非常多的资源跟协助 但是靠一个人的力量 的确很难 很难单独走下去 希望大家共同 把你们手上可以的资源 我们有可以服务的地方 这是我们的荣幸 可以替大家服务 工商服务 请大家协助我们 把适合的厂商 跟我们一起合作 大家一起走下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